Hello 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介紹美的路湖森林度假區 我是這邊的銷售 留言一下也可以叫我yoyo 美的路湖森林度假區 有美的置業和王朝地產共同打造 赤資300個億 打造的6800萬個旅遊小鎮 今天為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盤 大門口之後 我們右手邊會有一個學校 北大盤雲的一個校區 這個就是由幼兒院到高中的一個 去年就已經開了小學 我們可以看看這邊就是我們的校區那邊 學校後面就是我們現在四期賣的別墅 現在的別墅是偏向東南亞的風格 稍後會回到裏面 幫你們介紹一下別墅的產品 我們現在來到美的路湖燃燒中心這個位置 現在我就帶大家進去看看我們的沙盤 幫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美的路湖這個盤 我們這個15項一個旅遊配套的一個大盤 所有的配套 以及我們現在正在賣的一些圍形圖 這邊跟著我過來 我們現在來到沙盤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來到沙盤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現在目前就站在這個位置 奧勒溪小鎮 這邊就是我們入門口的位置 現在位於佛山市高明區 陽和鎮的美的路湖森林度假區這個位置 後面就是佛山的一個四級的景區做武山 我們位於他們一個龍頭的一個位置 這邊去到交通會比較方便的 去到佛山、南海、廣州、深圳、東莞這些片區 都是兩到三個小時的一個車程 這邊的話會有三條的高速 有佛山、一環、有地鐵、有機場和有船運 首先就是三條高速 第一條是廣命高速 是去到佛山、廣州這些片區的 還有一條就是廣州的妖城高速 是去到深圳、東莞這些片區的 珠山的環線高速 就去到韶慶、江門、中山、澳門這些片區的 佛山一環的話 就會有佛山一環的西燕線和南燕線 這兩條線的話 預計今年年底也是會通的 到時候佛山這些業主過來的這邊的話 就更加時間更加熟斷了 有地鐵也會通過 地鐵的話就是廣佛二號線的西燕線 目前是南莊到西潮這一段 到時候就會通過公明和西安和機場的位置 機場的話就離我們大概28公里左右的一個車程 這個機場的話就是珠山的樞樓機場 和廣州的白榮機場 上海的浦東機場是同一個級別的 預計就是滿年的客流量去到 三千到五千萬人次 4F的一個機場 也是會比較大熱的機場 所以的話以後過來這邊 去出國各方面都是會比較近的一個距離 還有一條就是一個船運 船運就高明港去到香港的中港城碼頭 這條船運都是已經運行當中的 每天大概都有兩班船的運行 我們園區裏面的話 就會有一些車的接駁 園區現在目前都會有車 以後我們會去到東莞、深圳和廣州這些片區 所以都會有直通的巴士去到的 這條就是高明大道來的 往這邊的一個西方向 就是去到更合明城的方向 亦都是我們機場的一個方向來的 這條就是一個陽西大道 陽西大道往南向 就是這個珠山的一個環線高速來的 往這一邊的北向 就是去到我們的廣明高速這個位置 亦都去廣州和佛山的片區 現在就為大家來介紹一下 我們整個項目 入門口開始計 我們整個項目是6,800畝 中間有3,800畝 在最後一個居住片區 就以別墅為主 這邊有2,000畝一個旅遊片區 這邊就有1,000畝的一個水圍 藍色這些片區 藍色這些水圍 基本上是天然的 原生態的水圍 我們總共整個項目 會有15項的一個旅遊配套 首先第一個旅遊配套 就是我們的學校 在入門口的左手邊 就是北大的一個配門學校 它就是以右軟度高中的一個師資 去年就開了小學 然後第二個配套就是 我們這邊的探索旺角中的一個機動遊戲場所 機動遊戲場所 就作為一個小朋友玩的機動遊戲 比如滑雪梯和旋轉木馬 這些全部的功能都會在這邊 很多學校組織過來春遊 秋遊都會在這個位置 第三點就是我們這個刊雪場 華南地區最大的一個刊雪場 一個位置 也有很多學校過來這邊去學習 去學這個滑雪 和過來這邊比賽 第四個就是我們這邊的水世界 水世界就好像長老的水世界一樣 雖然沒有這麼大的規模 但是它裏面的所有設施都有 而且我們在今年的6月份 是開始經營這個營業 基本上每天的一個客流量 都是有幾千人以上的進來遊玩的 我們也會有時候送些票給業主去遊玩 這個就是我們第五項的一個旅遊配套 第五項就是茶場 六十多年來時的一個對村茶場 現在正在種茶葉在這邊 作為業主的話 都可以自己去這邊租一塊地 自己去種茶葉 可以體驗一下我們的農家生活 這邊還有一個就是 第六項我們的水鄉小鎮 水鄉小鎮的話 就建成類似杭吾州、蘇州這些風格的小鎮 目前是建設當中的 預計我們明明才會開放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高層是已經埋光了 高層前邊我們第七項的一個旅遊配套 就是花海來的 奧利斯莊園 這個位置就是以攝影為主的 影婚紗照、影規物照 全部都會在這邊 我們每一年會種不同季節的花 還有一些設施 譬如教堂、大風車這些設施在這裡 供一些遊客和專門拍燈紗照 新人過來這邊拍照 我們有時候都會舉辦一些燈光節 我們今年舉辦了 然後還有第八個項目 就是我們的射擊場 打真槍實彈的一個位置 這個不是CS 這個是我們的真槍實彈 第九個項目就是溫泉 溫泉是46個字的泰式溫泉 很多遊客包括我們自己業主 進去浸沿溫泉的評價是非常之高的 這邊就是我們目前站在這個位置 安勒溪小鎮 這是我們第十行的一個旅遊配套 這個就是建成法國風格的一個小鎮 這邊就是以法國安勒溪小鎮 這個後邊是橫山和前邊橫水的一個設計理念 我們是照這種理念來建的 所以就比較特色的一個風格 安勒溪小鎮裏面就很多這些飲食 餐飲和商業街在這裡 包括我們的燃燒中心也都在這個位置 然後來到這邊就是十一行的高爾夫 高爾夫球場就十八棟 七十二桿的銀海高爾夫球場 這個也是國際性一個標準的高爾夫球場 很多名流都會過來這邊打球 我們很多比賽都會在這邊舉行 第十二項的旅遊配套就是汽車營地 汽車營地是玩越野車基地 這邊有兩條翠道 一條是比較專業的 一條是非專業的 業主或者朋友都可以自己開車過來這邊去玩越野車 我們亦都會有專業的車提供給遊客去公園這邊玩的 之前歐蘭德 三零歐蘭德的車 給一個新車發佈會都是在這邊舉行的 第十三項的話 就是我們的房車和墨屋 墨屋的話都是沿著我們湖邊而建 所有的墨屋都是沒有鋼金水泥的 接下來就帶大家去看看我們77方847呎的 一個兩房兩廳一位的一個護形 總價才65萬起步 這邊的就是我們沒有一個開放式的一個廚房 這個廚房就是已經有一個牆 還有一個門是衛生的 好像我們現在的交流標準 包括這個抽油煙機、造頭和一些櫃 都已經包在一起 而且這邊有一個窗口對吹的景觀是沒有遮擋的 所以你在煮飯的空間中 亦都可以享受到我們戶外的一個三景和風景 現在我們板房打通了一個長桌 做一個開放式的餐廳和廚房 所以空間是非常之大 這邊可以放置我們這個餐桌和梳化 右手邊這邊就是可以放置一個鞋櫃 好像我們目前的一個設計 亦都可以收納我們很多的雜物 還有一些衣服、褲、所有的雜物之內 也放在這個位置 這邊就來到我們的客廳 客廳的話這邊的位置是我們的一個梳化的位置 這邊就是電視櫃的一個方位 這些亦都是比較方方正的一個弧形 客廳對出去就是我們的一個讓桌 讓桌這邊我們看出去的景是沒有遮擋的景色 所以空間會比較開闊一點 這邊亦都預留了我們的一個放洗衣機的一個位置 包括這些水龍頭的位置和擦座的位置都已經有保留 而且我們這個陽台的闊度亦都會比較闊 你可以坐在椅子裡喝茶都會比較舒服 包括我們這個77方的話 包括我們現在上面看到的一個空調也是贈送的 以及我們的空調旁邊會有一個攝像頭 市長頭來玩我們作為美的五個智林系統 都會送給我們業主 包括這邊就會有一個智林化的一個 非法進入一個報警器 都是連在一起送給業主 這個天花的雕頂都已經是雕好了 所以其實這些戶型是儀主 其實賣家私家電就可以入住 會比較簡單一點 來到這邊就是我們的主岸 主岸的方向就是北向的 這個房間亦會有比較大的一個空間 可以在我們的飄窗的位置 可以做一個櫃 放下我們的雜物之類的 這邊還可以放一個很大的一個衣櫃 以及放不到一米半到一米八的床都沒有問題 當然我們房間的這個空調也是盡送的 這邊就是我們的齒我 這個做BB房是最好的了 我們現在設計到就是一個BB的一個床 和一些櫃 底下可以利用這個空間 做賣的儲物空間 這些小朋友也會比較喜歡的寵物 的位置都會放在這裡 而且這樣做這個床的話 這個位置給到小朋友活動的空間 也會比較大的 我們到時候牆交給業主 都是白牆來的 這個是工圍來的 工圍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的這個儲物櫃 我們也是會有 以及包到這個洗手盆 這裏的設計會比較人性化 有一個造在這裡 免得水會沾到我們這個測口的位置 防止流電 這個比較人性化的設計 這個就是我們洗浴的地方 這個窗打出去的話 我們也是沒有遮擋的 這個出去的話 那個景觀也是會比較開闊的 包括我們上邊的地方 這個位置 是會有一個暖風系統 都是配送給業主的 包括這些花灑 這個就是我們92方的交流標準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門 是非常十正的一個門 這個就是降測的入壺門 入到來之後 我們在這個牆上會顯示 這個就是我們可視的屏幕 你在樓下按門鈴 我們這裡可以顯示 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的5M自淋系統的開關 空調呢 我們每間房都是有一部 包括客廳有部 如果三房的話 我們就送三部 如果兩房的話 我們送兩部 這個攝像頭的話 就是可以觀察到我們 我們廳的一個寸境 如果你不在家 或者有寶寶幫你在家 看住間屋的話 你就可以在視頻裡 看到我們家的一個狀況 這裡出來的話 就是這個露台 露台這邊望出去的景色 92方是最靚的 因為這個就是前後 都沒有遮擋的一個視覺 92方是南向 而且是望著我們 安娜溪小鎮這個位置 所以朝向非常之靚 而且我們所有的陽光 都是沒有遮擋的一個片區 這邊呢 一進入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不在的智林系統 即是非法進入的話 會有的報警器 包括這個深風系統 如果你們沒有人在家的話 打開這個深風系統的話 可以通風 這樣在家就不會有一層霧霧的了 這邊就是我們放電視機的一個位置 來到這邊就和我們一個比較細節的 就是一個夜光燈 平時如果是晚上的話 就有一盞燈 就比較方便 這邊就是92方的主人房 可以做一個衣帽間 這邊就是主人房的位置 主人房也是會有一個空調送給業主 包括這一條就是我們一個自動的軌道 軌道的話 我們已經送給業主 加上窗簾就可以了 其實飄窗的話 是正送的一個位置 飄窗其實我們這個角度的高度 是剛剛好 如果我們加上店坐下去 是比較舒服 這個位置 如果你們自己把床的位置 高度放在一起 還可以利用這個飄窗 所以利用到的話 你的房間就非常之大 超大的了 這邊就作為我們一個 做一個衣帽間 整個櫃在這裡 我們的衣服放在這裡 這邊的位置就是廁所 我們看到的包括洗手盆 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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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 還有另外一間房 这个是宝宝 小朋友房 现在看下去 因为我们是异地板房 所以会暗一点 但实地的话 这个方向向着东向 或者向着西向 所以采光是非常漂亮 是不会暗的 这个是我们的公共卫生间 这边我们公共的洗手盘 这边的话也会干室分开 洗手盘和厕所的位置分开来 就方便我们平时 如果多人的话 多家人的话 就洗宿这方面在分区 大家方便点 会不会集中在一起 这个位置 就有我们的 这个是做一个书房 这个书房的话 亦是光弯度会比较高 因为我们的窗是比较大的 所以光线吹进来 看下来的话 这个光线是非常之好 在这里放一张桌 或者在小朋友的预留空间 在这个位置都会非常之好 比较舒畅些 舒适 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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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房的位置 厨房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门也是有的 这个门会有好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轨到在上面 所以的话 平时我们如果打扫卫生的时候 底下就不会有卫楼这些垃圾 清不到 所以这个会方便很多 进来之后 我们会有个冰箱位 这个冰箱位也会比较大 可以放箱门也是没问题的 包括这些柜位 我们已经有了 这个位置你们拆了 可以放些 比如说 电饭煲 或者烧烤炉 这些抽油烟机 和这个都是我们美的 都是送给业主的 包括上边的柜 我们都已经帮你们修好 这个位置 洗手盘 对出去的窗 其实我们都会比较光亮 因为这边对桌是没有东西的 就是一线的三景和户景 都是很美的景观 这个位置可以放一个热水器 我们洗澡那边 或者我们这边有热水的位置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了6800网 露湖15项的一个旅游配套 一年四季男女老少 都适合来的一个地方 洋房是65万起 别墅的话就236万起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就快点联系我们